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 有住以法连山地那边的一个立位人 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 妾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 到了傅家 在那里住了四个月 她丈夫起来 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她 用好话劝她回来 女子就引丈夫进入傅家 她父见了那人 便欢欢喜喜地迎接 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 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 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 到第四天 立位人清早起来要走 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 请你吃点饭 加添心力 然后可以行路 于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 那人同她的妾和仆人起来要走 她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对她说 看哪 日头偏西了 请你再住一夜 天快晚了 可以在这里住宿 畅快你的心 明天早早起行回家去 那人不愿再住一夜 那人不愿再住一夜 就背上那两匹驴 带着妾起身走了 来到耶布斯的对面 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 临近耶布斯的时候 日头快要落了 仆人对主人说 我们不愿进这夜布斯人的城里住宿 主人回答说 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 不如过到基比亚去 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 或住在基比亚 或住在拉玛 他们就往前走 将到汴亚敏的基比亚 日头已经落了 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 就坐在城里的街上 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 晚上 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 他原是以法连山地的人 住在基比亚 那地方的人却是汴亚敏人 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街上 就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我们从犹大伯利恒来 要往以法连山地那边去 我原是那里的人 到过犹大伯利恒 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去 在这里 无人接我进他的家 其实我有粮草可以喂鱼 我与我的妾 并我的仆人 有饼 有酒 并不缺少什么 愿你平安 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 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 于是领他们到家里 喂上驴 他们就洗脚吃喝 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 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 对房主老人说 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 我们要与他交合 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 弟兄们啊 不要这样作恶啊 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 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 我有个女儿 还是处女 并有这人的妾 我将他们领出来 任凭你们垫入他们 只是想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 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 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 他们便与他交合 中夜凌路他 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 天快亮的时候 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 就扑倒在地 直到天亮 早晨 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 出去要行路 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 两手搭在门槛上 就对妇人说 起来 我们走吧 妇人却不回答 那人便将他驮在驴上 起身回本处去了 到了家里 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 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镜 凡看见的人都说 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直到今日 这样的事没有行过 也没有见过 现在应当思想 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 看见的人都说 越境川普 看见的人都说 越境川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